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直到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去看到这个事件的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的节目可以制作更多更好的方式 让公兔可以做更多现场的 社医现场的报道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其实我们大概在几个月前 就预告说我们要谈这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于香港人在台湾的 多的顾虑 特别是台湾还面临到这个中国的威胁 所以除了移民这件事情 除了考量到国民利益之外 事实上也要考虑到相关的国家安全的这些面向 但是台湾政府也不断的在谈 称香港我们在看完时代革命之后 恐怕也是热血沸腾 一直想说我们到底可以为香港做什么 今天这一节的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讨论 这样的一个议题 就是到底我们在现有的政策法规当中 香港人到移民到台湾 容易还是不容易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香港人 能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努力的话 能够为这个地方有更多不一样的贡献的话 那么我们在法规上面可以做什么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香港人协会的理事长 桑普律师来跟我们一起谈这个话题 桑普你好 管教授好 各位关注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香港协会的理事长桑普 也是一个律师 也是政治评论人 很高兴在这个平台上跟大家见面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桑普来上我们的节目 事实上我大概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到说 我发现很多的香港的朋友 到了台湾之后又离开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不断在声称我们称香港 但是到底怎么称法 这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 可能要比较细致的一些讨论 那前一阵子其实我看了时代革命 我其实是蛮感动的 因为在这个影片当中 某种程度上面是让我们重新了解了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香港所招的各式各样的遭遇 我也蛮推荐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听众朋友去看时代革命 那不过我想这个桑普 其实在很多的访问当中 也提到你看了时代革命 然后我知道你知道 应该看了三次以上吧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也做了一些推荐 可不可以先请您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时代革命这一部片子在台湾 它所放映的意义 以及它所引起的效应呢 这一部电影我觉得引起的效应非常强 在第一个礼拜已经破了所有台湾有史以来 外语纪录片的票房记录 那达到800万的新台币 那我相信第二个礼拜虽然还没有公布 但是肯定会很多 那我看到我自己已经看了这一个电影五次了 那我已经数不清楚究竟是对五次 那第一次可能是在那个片商 他们有一个小包场 他让我们先看 还发了一个卫生纸给面子给我 那之后那个看完之后呢 就跟我赶包场 另外还有五次就一家五 五次都是包场 台湾香港协会起码包了三场 那包括了这个在台北光点华山 那另外在高雄 我们也跟维多利打狗 还有台湾西进也包了一场 那现在台北的市议员吴佩依 有一场包场我们也会出协 另外一场是最近 跟桃园市政府一起合作 那他们也是举办一个春游活动之后 跟大家就免费请大家看这个时代革命 那市长郑文燦还有那个秘书处长 那个严子杰也一起去出席 还有很多其他的官员一起出席 所以我希望说 这个地方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那我们最希望的不只是香港人看 就正如周光卫道理导演说的 更多的台湾人能够看到这个地方 了解香港反思台湾 怎么去对抗中国 这是更重要 所以那个轰动已经出现 而且我相信 4月初也会有一个时间 是全球一起联动 去一起过方这个时代革命 而且4月还有一个电影叫上年 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的确这部片子在台湾很多地方 原本不放映的戏院 原本不放映地区也开始放映了 我们在嘉义也有包场 我之前也跟你农基先生 来做一个应后的座谈 那当然在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效应 那我觉得这部片子 其实跟台湾一个最直接的关联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他提到了总统大选 在剧中的几个主要的人物 他们有一部分也到了台湾来 所以让人家感觉说 台湾好像是 至少是对某些香港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 那但是实际上面 在台湾的一些移民条件 可能不见得会比其他国家好 例如说英国在前一阵子 也在谈论是不是要把这个BNO的 这个条件更为放宽 那可是这种相对之下 可能不是跟其他国家 比较好的这种移民条件 为什么还有很多的香港人 他希望能够到台湾居住 来移民到台湾呢 我肯定是台湾吸引人的地方 是风土民情跟这个地方的文化 很吸引香港人 那这一边你讲物质条件 当然说它是这个生活水平 就是说他生活的那个需要花的钱 会比较少 可以拿到更好的一个 优品质的产品跟服务 还有生活的那个品质 那更重要的是说 这一边是两文三语都通 很多香港人呢都是讲那个广东话嘛 那基本上你要把它那个弄成 说华语其实是难度不会太高 但是你要说英文 要native English fluent English 在其他地方去生活来讲 对一些中老年人未必是吃得笑 所以他们是选择这一个地方来 另外的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原因 尤其碰到年轻的一些学生 甚至一些抗争者来到这边 他们希望在这边好好读书 因为这边读书基本上学费比别人便宜嘛 但更重要的地方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生活品质 不是那个台湾文化的问题 而是说这个地方是可以继续作战的地方 你想想看 跟香港跟中国是属于同一个时区 那同一个时区里面 关注的新闻可以同步 而且香港沦陷了 台湾是站在抗拒中共的桥头堡的一个重要角色 所以这个地方愿意跟台湾人一起奋斗 我相信包括我在内 很多的从香港来的人都有这个梦想 所以台湾有几种的因素 吸引得到香港人来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在过去不断的想要去支持香港 也是用这种方法 就是一种称香港的像一种概念 就是变成是我们可以并肩作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看到越来越多的香港的朋友 其实也到了台湾来 那说实在的 这个香港朋友到台湾来 其实各种不同年龄层 各种不同职业类别 各种不同的生活的形态都有 那我想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好奇 就是这些香港人一到台湾来之后 他们在生活上面还习惯吗 那特别是我觉得是在工作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香港有些他的训练 跟台湾的训练其实不太一样 他的工作类型可能也不太一样 特别是有些工作 他可能必须要去要证照 例如说做某些的技术的工作 或是包括这个护理师相关的工作 他可能都要证照 他以香港人的身份 跟他的这种所谓的专业的形态 在台湾工作跟生存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对这个也是一个我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我也跟有关的一些官员提出 一定要有机制去那个衔接 因为这个没有对接的机制的话 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方说护士来讲 加拿护士来到这一边 我认识在北中南 有若干多的护士来到这一边 他们成功拿到这个护照也好 或者等待拿到护照也好 也想贡献他一己之力去帮忙 那问题是第一个 比方说前几个月不是说疫情爆发吗 那那个时候就说能不能够做一些护理的资源的工作 甚至说你在那个医院外面 就是帮人家医院的那个就打针的地方 帮人帮帮盘子写写台板都可以 打针可能是护士协会的人来打针 但是他被拒绝 因为他不是护士 也不是属于护士协会工会里面的人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比较困难 那另外他要去真的要当上台湾的护士 这个就没有办法 因为说他一定要考取台湾的护士的资格 那这个也是一个困难点 那甚至你当其他的专业 律师就更不用说了 律师一定是不同的法律 但医生 护士 工程师 建筑师 或者一些专业会计师 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 我认为 common loan里面 尤其英国里面有个制度是非常好的 叫做注册外国专业人士的制度 比方说我先取得那个台湾或者美国的律师资格 那我可以在香港以一个注册外国律师身份 工作两年或五年 那之后取得一个考香港律师的资格 而考那个试是比较简单的 那读的科目也比较少的 因为我既有外国的经验 再加上这个所谓的短缺的部分 就会成为商稿的律师了 同样道理 在医师 护理师都有同样的情况 台湾能不能够学习一下这个制度 就等于说垫一个台阶 吸引外来的人才 专才 然后这个地方 不是给他专才移民而已 你也希望这些移民能够服务得到台湾社会吗 所以可以说从各个不同的领域 好好去调出一个合理的制度来 让商工的人可以先进来用注册 外国护士的情况 做非常有限度的护理工作 甚至在台湾护士监督底下 做一些护理工作 等到两年三年后 取得一个考试的可能性 考那个试叫conversion test 或者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就是一个入职的一个简便的考试 可以让他们更容易 能够融入到台湾这一边的工作 所以既有利于台湾 也有利于他们 何乐不为 你刚刚有提到说 你有跟台湾的一些相关单位 做过一些讨论 事实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重要 但是可能又有点比较棘手的地方 我记得我去年在访问Simon 沈旭辉的时候 他其实也提到 香港很多的专业 不管是金融的专业 或其他专业 他事实上可以来台湾 有所发挥 对台湾是有一些贡献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可能会产生某种的排挤的效应 就是本来护士 台湾的护理师 可能他的这个工作就有限 但是又加了香港人进来 会不会产生某种的排挤 我不知道官方 你跟他们官方去做一些沟通的时候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这个问题他会不会发生 或是你会不会担心 这样的问题发生 对 这些每一个行业 都有他自己的那一套文化圈 跟他们需求 但是关于护士来讲好了 护士现在是缺人 你看看台湾多少的医院 而且老龄化的情况越来越多 所以我希望说在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兼顾得到不同的专业 本身对缺人与否的需求 那尤其护士跟医生 现在是缺人来当 那这个情况 那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不优先给台湾人 来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是 这个我们不可能增一个非常大的量 在那个地方 那以我举个例子 在香港来讲 当律师每年可能是有十几二十个人 或者三十个人 是从外面的律师进来 香港律师总数可能只有不超过一万人 所以这个等于说是非常少的人数 补足一些必要的能力 尤其大家看得到 在这个台湾如果想要步入一个海洋国家 必定是在这一个专业资格上 有适度的松绑 吸引优秀的海外人才来到台湾来工作 但是这个地方会冲击得到台湾的就位市场 或者薪水或者职缺等等 我觉得基本上不会 因为这些人可以失财失所地去专门去处理一些他们专业 语言文化族 所以更能够在多远的台湾社会里面给他们一个这样的机会 当然这个是官僚的问题 制度松绑的问题也是跟我们台湾本身啊 就是有很多的制度要松绑都需要很多层不同的职份 那个既得利益者 大家互相来讨论 所以这个事情需要酝酿 需要时间 但我希望大家每个专业都能够了解说 并不是沿用原来那个制度就是最好的 那我们要反思现在制度能够吸引多元的 而且是有限度的 不是太多 有限度的新的人下来 来让这个制度更有人才 更有活力 更有多元的一面 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 就是台湾要做一个海洋国家 我们要做一个兼容并序的地方 我们要去容纳更多不一样的思考跟专业 那当我们的社会要怎么移民 我们的反应怎么移民 这事实上是必须要很慎重的讨论 但是他可能要赶快的来讨论 因为的确台湾是越来越需要这种所谓的多元化的发展 多元化的刺激 回到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 就是有关于香港人移民到台湾这一件事情 我想要先请教一下这个桑普律师 就是目前香港人移民到台湾 取得这些移民资格的方式有哪些 那这些方式对香港人来说是容易的事情吗 我觉得现在的移民方式有很多 那包括一亲 一亲就是你的直系的亲属 那那个进来进来 不包括兄妹 因为兄妹是旁系的血亲 那那个直系的血亲 还有那个一亲之外 还有读书 读书的话 就是在台湾大学里面念完四年 那之后再工作五年 或者念完四年 回去香港工作两年再回来 就可以申请定居 那这个理由就是有点 到现在的时空下 跟以前不太一样 那是 这个是以前沿用下来的制度是这样 第三个就是投资移民 就是600万新台币的投资门槛 新的制度底下 新两个台湾人 有实体店 经营两年 那之后就可以申请这个 投资移民 申请定居的资格 那第四个当然是专采移民 比方说你是文化类别 体育商务 或者说你在专业领域 比如律师啊 护士啊等等 有专厂 那当然现在还没有包括社工 没有包括那个室内设计师 但是他有包括建筑师 所以这个地方都有一定的框框 对 还有一个叫做创业移民 那那个创业移民 就基本上是一个投资移民的变种 它的入场门槛 比较低 200万人民币 200万的新台币 但是他却可以说 这个要有更多的东西 是一进难出了 就是200万的新台币可以进场 但是你要真的符合 那个创业计划是比较难度比较高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板块 那当然说这个以外 也没有另外的情况 比方说我们民间团体一直推动的 叫HF177 就是一些因为政治因素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紧急危害 它要有必要的援助 这个地方原来的台湾的法律底下 有个叫做那个HF177 就港澳条例第18条 还有那个香港澳门居民 进入台湾及那个居留定居许可办法 第16条跟第29条 都有关规定 他是说这些我们甚至为政治难民好了 简称 但没有难民法 现在是政治的有原因的话 他们可以给他在连续居留满一年 或者满两年 但是每一年要超过270天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申请定居 但台湾政府从来不用这个条款 他是要大家去读书 投资或者说工作 专才等等 依亲等等方法来处理 那毕竟这个不开这个门 我觉得说现在是一个时候来重新检讨 是不是要重新开始 因为说怕影响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早就被影响了 那第二个是 那个你怕蓝绿或政党之间的恶斗 基本上每个政策都有恶斗 难道都不推行吗 第三个是说 你会有怕很多人进来会争饭碗 但是我看到到现在为止 只有130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人数非常少 而且第四个考虑 就更重要的是国安考虑 我觉得是正当的考虑 但觉得国安考虑 应该是实质严格审查 不是说拒人于千里之外 而不去做任何审查 我觉得这个地方 台湾政府可以去甚至明边 做出英明的决断 这我们待会会再更深入的讨论 不过刚刚谈到的这种不同的移民方式 的确对很多的香港人来讲 其实并不容易 而且它事实上是过去 本来就已经有的制度 那现在如果面临到这种新的情况 这个制度上面 是不是应该要再重新检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我举一个例子 我刚刚有谈到这个留学移民 这对我来讲会比较亲身的接触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的学生跑来问 我说老师我要毕业了 你会不会介绍一个工作给我 那我说在台湾来 要自己要找工作 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那他要再留下来 他的条件更高 例如说他必须要居留五年 然后这个要基本薪资 要两倍左右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在台湾找工作 都很困难 你还要再两倍 我觉得对很多因为 不管是不是因为这个反送中 而来的这些学生 我觉得他们难度是非常的高的 那不是吗 刚刚管教授讲到这个 是一个难度的问题了 比方说以读书来讲 很多你看看我认识这些学生 他在现在桥仙部读书一年 那只有他要四年在大学读书 在台湾工作五年 你看看是十年时间 而且他这五年工作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有一个一千万资本额的 一个公司请他 一般的那个小店在路上是请不到他的 一定是一千万资本额以上 而且最后那一年 就是你无论是第五年 第六年去申请那一年 全年的那个薪水 每一个月都要超过五万零五百块 现在是基本工资已经加了 所以两万二五二五零 那乘以二就五零五零零 那五万零五百块的月薪 除非各项是专业人士 比如说律师会计师工程师 或者说在足科南科工作 基本上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的 甚至很多的台湾的年轻人 工作个十年也不可能达到 五万多块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苦 为什么 第一个他们不是以身为台湾的 那个公民投票作为他唯一的目的 那你说他拒留期间都有健保啊 工作权对 但不要忘记他们持有的护照 唯一的一本 很多都是香港特区护照 当他特区护照预期了 因为一个护照十年期 可能在2024年2023年就结束 他们回不去香港 续不了照 这个地方就一辈子成为 只能待在台湾 因为他连买机票去别的国家机会都没有 因为去买机票去别的国家也有护照嘛 奔商 没有办法奔商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那他们待在这一边一直没有身份 也树立不了台湾的认同感 那你今天给他来 那密在那边也不给他一个身份 这些人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 既很难树立一个真正对台湾的认同 因为他连那个政治参与的权利都没有嘛 因为没有那个公民身份嘛 同时你也看得到他们本身都想说 要不要到别的地方去 那这个地方会折磨他们的人生 那台湾花了钱 在国立学校给他们读书 他们也要送出去 这个对双方都不利 因为国立学校都是纳税人的钱啊 那你看得到如果说真的要接他们过来 是不是也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配套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批 我不是说每一个人的国家安全审查都要通过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严格审查 但问题是如果一个十年的时间 才有定居资格举世所乎 你看到加拿大英国澳洲 都不会有这么长的时间 我相信台湾政府一定要缩短这个年限 而且要拿走 就是五年希望变成一年到两年 那另外一个地方是拿走一千万资本额的雇主 还有那个所谓的五万零五百块 基本工资两倍的门槛 经过咨询很多有关的人 执政者他们觉得一点五倍是比较妥当的 就等于说基本工资现在两万五千多 你如果说是那个一点五倍 大概是三万八左右吧 大概这个数 那我觉得这个情况 大家都能够接受 我希望台湾政府能够从善如流 的确每个政府他会有他自己的移民的规定 但是在这种比较特殊的状况 特别是我们的政府不断 在向香港人释出 友好的这种一种态度的时候 实质上面应该要怎么做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 再继续跟大家讨论 有关于这个在法规上面应该要怎么修改 会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做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 Live got some 落实港澳条例原港机制 落实港澳条例原港机制 立即启动 HF177 立即啟動HF177 落實港澳條例原港機制 落實港澳條例原港機制 立即啟動HF177 立即啟動HF177 今天這個記者會呢 主要是一起這一群公民團體以及港人團體 以及在台灣流亡的手足朋友 一起來到行政院前面 來呼籲我們台灣的政府 在反送中運動接近三週年之際 在台灣已經有超過百位的流亡手足 來到這裡逃避中共的統治 來到這裡安居 來到這裡生活的情況下 我們除了給他人道上的協助 我們除了給他基本的安置照顧 其實我們更應該立刻思考 要給手足一個明確的身份 讓他們可以安全的留在台灣 不至於受到任何身份上的變化或是波動 如果可以換換定居的資格跟連線 我想我相信所有的手足都會非常感恩台灣政府 現在烏克蘭正在爭火當中 我曾經想像過成為一個台灣人之後 我可能要當兵 可能可以站在看中的前線 為台灣奮戰 但目前看來 確實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心裡非常矛盾 如果 如果所有已經進了專案的手足 都可以選擇HFETT 政治庇務的方式拘留的話 兩年之後就可能可以定居 對我來說 會是一條比較明確的道路 我會感到大家安心哦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電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議題的整理 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知道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哦 讓我們不是只有在看熱鬧 而能夠去了解那個事件 背後在他的文化政治經濟方面 各式各樣值得我們再去探究的部分 你有YouTube頻道有Podcast 歡迎大家來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我們期待 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支持公庫的報導 支持燦爛時光會客室的持續的 去為大家來製作 來訪問一些更好更重要的節目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討論的是 台灣香港協會的理事長 商浦律師 商浦律師你好 王教授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商浦律師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也告訴我們香港人在台灣的一些真實的 面臨到的問題以及處境 那我想要接下來我們要更針對在法規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一個更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不能夠只有一廂情願的 覺得好像政府很棒 那的確台灣的政府在這件事情是很有善的 可是怎麼樣讓他的口惠 並且在實質上面對香港人是真正的去撐香港 我覺得這個是任何的一個政府在聲稱的時候 他都必須要回到他的政策上面更踏實更落實的地方 那其實香港人到台灣的就有一些法律 那其中一個法律就是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 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那這其中這個法律當然我看了一下 有一些東西我比較不清楚 我想要請教商浦律師 就是裡面有提到所謂居留許可跟定居許可 這兩個居留許可跟定居許可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也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這兩年取得這個居留許可的人數是顯著的增加 但是取得這個定居許可的人數 可能他的成長是非常非常緩慢 這個落差還非常非常的明顯 我完全了解你的說法 那首先我要感謝台灣政府一直以來對香港支持 很多外界的說台灣政府沒有支持香港的情況其實不對的 我覺得我看到很多具體的人都跟我講過怎麼受惠 我覺得說非常感恩 那這個剛剛你講到的問題是很重要的 那是說在台灣 香港人根據港澳條例跟剛剛講的許可辦法 來到台灣在台灣只有三種合法的情況 停留 居留跟定居 停留就是說你一般旅客來到這個地方 頂多可以停留三個月再延長一次 三個月三加三就要離開 那叫停留 停留期間不能工作不能讀書 就是你因一個旅遊身份來就停留 第二種叫居留 就想證你做一個比較長期的停留 在這個地方可以申請工作證 可以入學的話可以去申請去入學 那你居留的話滿半年就可以有健保卡 那這個地方叫居留 那香港人有一顆新身份證就居留 就居民的身份 居民身份不能投票 不能夠去成為真的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民 不是這個 可是居民而不是公民 那定居 對居民不是公民 那定居是講說他是入籍規劃成為公民 然後定居證就可以申請身份證和護照 可以取得投票權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三個概念的分別 那現在數字上你看得到 大概一萬一千多每一年批准是居留 據我所知呢 台灣政府是非常慷慨的 批准很多申請的人居留的 那我覺得數字 它沒有公佈申請的人 批准駁回的人多少 但據我了解是超過九成以上 是真的台灣政府幫助人家取得居留的 那除非你條件完全不符合 那個就不算了 那另外的定居 台灣政府是一個黑箱 不告訴你說申請是多少 批准多少 不會多少 但是每一年只有16800多 這是2021年的情況 它是比2020年緩慢的增長 那增長速度不多 你就看得到大概 在每八個左右的那個居留的人裡面 只有一個獲准定居 當然我們知道有時間差 因為19年要取得居留 這申請定居需要兩年時間左右嘛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未來的情況 會看得到那個數字會更加增長 我也預期這個數字會更加增長 但你看得到 只有那個不到2000的人獲准定居 不論理由 理由看得到跟英國很不一樣 當然說英國的情況 你看得到它現在是看居留 就開了很大的門檻 去年12萬的人 當港人到那邊去 英國的人口是剛好是台灣的三倍 那你如果按照這個用比例來算 台灣應該批准4萬個人來居留才對嘛 在台灣只批了一萬一千多個 那所以數字上當然是偏少 這個原因很簡單 英國可能有贖罪的情節 因為中英人證明是他們簽的 相信中國是他們相信的 導致這個結果 但台灣呢 那跟香港這麼近 能不能夠就是幫香港 我常常說不是一個責任 而是一個什麼樣 而是一種對台灣有利的狀況 那如果對國民的利益有利 對國家安全有幫助就要幫 我們知道以前呢 有很多從中國來台灣的人 有起很多的問題 一些所謂的海灣民運人士 打著各種難民的旗號 來到台灣來 這個地方我們也非常的小心 會不會有人包裝成一個香港抗爭者 或者甚至是一個匪諜的方式 來到台灣來 所以我在台灣的角度 我也非常在意這一回事情 但我是看得到是 這個是一回事 我們要增強那個審查的密度跟強度 但台灣需不需要香港人來呢 面對台灣小子化的問題 而且要建設一個海洋國家的一個面貌 如果通曉兩文三語的一些年輕人 年輕朋友來 可以幫助台灣產業升級 幫助台灣活絡大家的多元文化 更加可以把台灣建設成為一個 吸引國際資金 國際人才的地方 這是一個啟動的時候 否則台灣如果沿用八九十年代 上世紀的做法就比較鎖國嘛 就比較就是一個 獨立的單元來看待 是不是適應於現在整個印太的戰略 是不是適應在這二十二世紀 我們台灣要做的事情 所以在台灣的角度 來幫助香港不是純粹是 自由的台灣幫助香港的自由 而是更重要的是 展現出台灣的魄力勇氣 讓人才能夠到台灣來 那香港的人申請是每一個都要幫 每一個都要批准 我從來不推動這一點的 我推動的地方是 人才留下來 不要讓他們散到其他地方去 現在各國都會爭搶人才 所以台灣的政府這邊可以做更多 台灣的公民社會在這一方面 在台港同行的合作 尤其看到這個時代力量這個電影 得到這麼廣泛的台灣的人的支持 也知道說大家關心香港 大家不只是帶著眼淚去看電影 也是需要了解說 這些人對台灣有沒有幫助 那他們不是只有前線衝鋒憲政的人 而有很多的人才 很多的銀行家或者銀行的東西 很多的不能專業的人 如果開放適度的人才進來 不會形成惡性的競爭的話 我覺得是台灣現在要做的一個政策 我希望全社會有這個意識 就功德無良 剛剛你不斷地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有關於國安這件事情 我想這也是的確是在台灣政府 或是很多的台灣民眾都會擔心的部分 不過這個國安的範圍到底有多廣 我覺得這是可以值得再去討論 因為我自己聽到了一些香港的朋友 他們到台灣來 那結果他在前一陣子或是陸陸續續 又必須要回到香港 或是離開台灣到其他地方 那這些人當然 有些是我認識 他不會是一個 至少我認識我覺得他不會是共點 例如說在香港電台 當的記者或是工作人員 或是有些是護理師 可能是在於香港的醫管局下面的醫院 那香港電台會被認為是一個叫做公營電台 跟台灣的公共電視不太一樣 台灣公共電視他還是相對比較公營的 那可是香港的 香港的RTHK 事實上是一個叫做政府電台 是一個政府是直接主導人事跟預算的這個 這樣一個電台 所以他被認為是一個政府機構 那有些的護理師 他事實上可能也在國家級的醫院 或是類似像所謂的衛福部 屬立醫院等等工作 他也被請回去 那這個就會讓我覺得有點訝異說 這些人是共諜嗎 這些人是匪諜嗎 到底我們在現有的法規當中 怎麼去認定這些可能會被認為的是一種共諜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特殊身份的人 他必須要因此而離開台灣呢 我最近很多的抱怨 其實說這個群體在我們的香港族群裡面 常常在不同群組都會講到這個問題 我也很怕這個引發成為公關的危機 但肯定有一點是 他們 我先講國安好了 國安這個問題是 現在有幾個東西會把這個案件 納入一個比較高密度的審查 我再講一次不是一道竊 是高密度的審查 比方說個家如果在中國出生 你跟我都沒有辦法自己選擇 在哪地方出生 如果你在中國出生 出生地的原罪 不是原罪是增加審查密度 那第二個是 你如果說在公家的機關工作過 無論你有沒有宣誓 公家機關包括政府資助的機構 包括醫管局 塞馬會 比方說官地學校 或者說明愛這種機構 這個很可能都會中的這個地方 連明愛也會 明愛不是一個天主教的機構嗎 明愛不就是一個天主教 他有問題 沒錯 他過半的資助都是從香港政府來 所以他在那邊認職的所有人都有問題 我碰到更誇張的是一個在中文大學裡面 在當圖書管理員的人 那他們基本上就被擋掉 但是圖書管理員 因為說中文大學的校間 是林鄭月娥 但拜託香港所有大學的校間 都是林鄭月娥 這是香港的情況 所以希望台灣能夠了解香港狀況 那另外的是 比如中資的銀行 或中資的電信公司在那邊 外面去當銷售員的 你也把它擋住 那香港有三成的人口 都是從中國大陸出生的 因為上海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密切 那因為太近 所以是非常密切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以這個地方刷掉人 是刑事審查 不是實質審查 實質審查怎麼辦 好像美國 英國加拿大的政府 你要調查的查三代 怎麼查三代 調查你的社交媒體 人脈網路 父母的Facebook 跟你的Facebook Twitter 所有IG 都通通張開來看 會不會突然之間變黃 就突然之間 變成一個支持民主的人 還是說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這個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說要了解那個人 都需要了解他的過去 要了解他全人格的審查 這個是會不會很麻煩 對 勞力時間費用都更多 但是不這樣做 還可以怎麼樣呢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台灣政府 不只是對香港人 對所有外國移民 都是同樣的一套的做法 這樣才能夠符合這個標準 那至於說很多人 抱怨要離開的原因 一個地方政策太僵化了 剛剛講一家四家五 那就等於就四家五 就更加離譜是 他要拖到哪時候才有身份證 而且是這個地方 第一個不確定有沒有 第二個官僚的一些要求 他們就喊都沒調 就吃不消 第三個是時間不確定 你申請 比如說很多人申請定居 以前申請定居 第二個禮拜第二天 就有定居證發給你的 現在不會 又延審又什麼 有最長的超過兩年 每幾個月三不五十 就跟你說補件補件補件 那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每個月要續一次居留證 要續到哪個時候 或者每幾個月要續一次 要續到哪個時候 你才可以有定居的準跟博 他需要一個確定的理由 那第三個是符合的理由 就是說因為你在議館局 或者說某大學的地方 當過圖書管理員 有國家安全之余 不予批准 那這個地方說服不了人 很多人就開始抱怨 那這問題是 當然台灣政府沒有責任 給人家就定居了 但這樣的一個理由 在文明法治國家 都是說服不了人 那我希望說台灣政府 你如果真的要管控 那個說進來的人口 設定配額制度嘛 就好像很多國家 設定一個真正的配額制度 那對台灣的一般的 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有交代 同時也對要申請的人 有個雙向的交代嘛 第二個不要有不合理的理由 也不要提出不確定的時間 來審查事情 所以時間要有控管 理由要具體 而且這個整個事情 要有合理的溝通 不能夠說沒有溝通的 情況下來做 那很多人就問說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議館局的人 你覺得我因為議館局有國家群之語 算你對了 你為什麼批准我來拘留 去否決我的定居呢 你讓我進來這邊 住個兩三年 你就用同一個 你早就知道理由否決我定居 說我是國家危險的人 對國家安全不成為害的人 他很冤啊 這個地方台灣政府 是不是要給個說法 我覺得這個地方 要有這樣的一個改變 剛剛談到那個拘留 會不會其實就是一個觀察期了嗎 這觀察期 也許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人有沒有什麼相關的問題 不過對台灣政府來講 他可能會有比較多的是 剛剛提到的行政效率 跟他的行政成本的問題 那這可能是我們自己 也反映出我們自己 在這部分可能有些問題 可是你剛剛提到一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現象 就是所謂的溝通 台灣的政府有近期跟香港 台灣協會 或是香港的一些團體群體 有一些溝通嗎 那個溝通的狀況又是什麼呢 因為很多涉及到就是我們那個 體群體跟他們溝通的內容 我就不說了 因為我們內容當然是涉及到 很多我們關注的層面 因為這個是互不引述的原則 但可以肯定是我們 很多民間團體會互相合作 那我們台灣相當協會 也會定期或不定期 跟有關的政府部門 立法委員 還有那個其他的民間團體一起合作 從跆拳會 施改會到那個金明年 那還有很多其他的民間團體 我們都牽手同行 清明台也給我很多的支持 那我們這個跟民間團體 還有跟政府部門之間的聯繫 基本上是希望說 所有任意撐香港的人 那不論黨派 那不論他們的色彩 只要願意我們都很樂意 跟他們去溝通跟交流 那我們在整個方略來講 是希望現在把很重要的議題 放在居留跟定居的問題上 但同時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我們民間團體 能夠舉辦更多的活動 促進四個大的範疇的一個改進 第一個 是讓這個抗爭的新火不要熄滅 我們stand with freedom 所有在台灣 爭取我們的公益 我們的自由 法治人權的活動 國際上的 無論是跟屠博人 跟烏克蘭 我們都會站在一起 我們也會踊躍邀請我們的 自動到荷蘭募捐 我們把這筆錢捐給烏克蘭 那通過台灣的專戶 來專捐給烏克蘭 同時我們也會 從這個以外 我們要做同 我們就等於是以前 黨外時期有個台灣同鄉會 相當於這個情況 我們需要有個同鄉聯誼的組織 你可以不稱之為同鄉會 是一個互相拮据 溝通 互相壯大的組織 所以我們有一個搭台的計劃 這個是什麼計劃呢 是在台的店鋪 港店還有台店 小稱港的小店 就可以加入這個平台 那每個月只要捐助一筆小錢 給我們的協會 我們會幫他們店家 來拍廣告故事的說明 那所有捐助者 有一張九折卡 可以到全台幾十家的店去消費 那我們4月1號就會啟動 那另外第三個層面 那是政策的倡議 那我們也要去做 那這個剛剛也講到 一些政策的問題了 第四個我們會做的是 社會的救助網 就很多的在這一邊的一些 需要讀書的學生 他們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 甚至是有很多不只是學生 一些在台的港人 應急的幫助 讀書應急 還有很多各方面的東西 我們都持續提供不同的資源 所以這四個範疇如果做好的話 是我們台灣香港協會的本分 那我們跟政府的溝通是第三塊 那第三個板塊我們就基本上 都一直橫長跟不同的部門 來去做一些溝通的工作 希望可以推動得到一些政策的改變 但是權力在他們手上 那我們希望說各種的力量 能夠在務實的方式 能夠推動這個政策的改變 其實你在投訴在自由時報的時候 你有提到就是建議當局 應該確保一些制定一些可行的 這種所謂的替代方案 這替代方案當然是要考慮到 剛剛談到人道救援 或者是包括這個國安的等等的問題 可以再請你更具體講一下 這個所謂的法律的替代方案嗎 就是你剛剛談到的那些 從政治難民的角度 就同剛剛港澳條例18條這個部分 就可以去切入解決現在各式各樣的問題了嗎 我認為說現在很多的 有些民間團體提出的難民法 但難民法限制到本國外國的定義問題 還有藍綠政黨之間的那個 那個比拼的問題 我就不想涉入這個地方 但可以肯定是這個最重要的是 怎麼樣能夠讓這個東西到位 其實現在的港澳條 第18條已經開了這一個管道 再按照港澳條例實施細則第25條 實施細則第25條 還有剛剛講的 剛剛主持人講到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 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第16條跟29條 都有相關規定 這些規定都很清楚的說明說 每一個因為政治原因而所有緊急文化的人 可以尋求台灣獲得必要的援助 這比較遠處包括了HF177這個暗號 可以用他們來申請 居留加定居 那如果台灣政府覺得說要設一些條件 可以 但是我覺得路都在這個地方 人數只有100個人上下 那對台灣整體的衝擊不到 而且彰顯得到台灣 Stand with Hong Kong not CCP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 那跟全部的印太戰略也是需要協調 你想想看 我們常說民間無言 就是台灣 英國 加拿大 美國跟澳洲 其實台灣會不會做得非常少呢 不是 我覺得五個國家來講 台灣可能排第三名吧 英國做得最多 加拿大 因為有Open Work Permit Open Study Permit 做得第二名 但是台灣說的開放 但是很多地方就是非常守得很嚴格 其實守得很嚴格的地方 公開透明很重要 如果你把你的標準 剛剛說的 你在醫管局工作 你就不要申請了 你寫出來嘛 就不要他到這邊來這麼久 才跟他說有問題嗎 如果真的你覺得這個標準不行 不行不行 就這樣 但是台灣政府說 我沒有搞一刀切 到時候給你進來再說 給你進來觀察你 你也可以有緩衝期 但不要忘記 緩衝期過之後 就請他走 或者說不請他走 給他繼續申請在這邊 延續一年接一年的居留 不給他定居證 那剛剛說到的 如果你觀察完之後 不給他定居證 覺得這個人不堪用 那為什麼不請他走呢 那要留在這個地方呢 還可以繼續延續他的居留證 這些事情來講 我是覺得沒有邏輯上一致的說明了 那我認為是台灣政府沒有義務 真的沒有義務跟責任 去把所有的申請者都吸納進來 這個台灣吃不消 也是不對的做法 我覺得真正的做法是 設定好的配額 公告好的規則 讓人家遵守彼此都有舒服的地方 我不要求台灣追求英國加拿大那個標準 但文守這個位置也很不錯 適度的放寬定居跟那個居留的數額很不錯了 所以我希望說繼續這個總量 但是規則設定上可以再磨合得好一點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談到說 到底要怎麼稱香港不是只有在口號 而是在實質 但這個實質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兩年來他的確遇到了一些問題 很多困難 剛剛從商譜律師的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那個最大困難是 在很多地方是模糊 不清楚的 那很多東西可能 你也不反對要做嚴格的審查 但是不是那種一刀切的 那種籠統式的規範 而能夠讓那個東西是更清楚 然後特別是我覺得台灣必須要考慮到 我們是一個海洋國家 怎麼去面對世界 怎麼面對來自於世界上面不同的人 他絕對不是只有香港的問題 我們好像只有稱香港 不是 而是所有的各式各樣的人 各式各樣的國家 他可能對台灣都有一些期待 那我們怎麼去面對他 在所謂的國民利益 在國家安撫的這個狀況底下 很多東西更清楚 或許他是更重要的 今天非常謝謝商普律師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希望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方式 來做一些協助 然後一起來一起來 努力的撐香港 謝謝商普律師 謝謝 感謝管教授 感謝各位